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局就让我印象一下陈波在北影场的那个放映厅里看的 看完以后没有任何问题鼓掌通过 就是这次就是在十秒钟之内所的一决定 再以后就没那事了 审查这是电影局的领导审查 因为那场我有一个忘年教师 伊文斯 伊文斯 荷兰 对 因为到马贼 荷兰方有个忘年教师 马丁 马丁斯高祭司 这个小城之村我虽然没有忘年教 得到温身的收获 自己看着它无愧 这真是很不容易 这就比电影重要了 这太有意思了 然后那个时候吧 就是拍《干嘛贼》的时候 确确实是有过退役 而且有过对自己的一种放纵 就是为什么电影拍回来以后 到电影局去审查 我就去那个老的处长管审查的 说那你这电影呢 我告诉你从哪儿剪呢 你就从哪儿剪 跟上不许讨论呢 我说哎 当然这老先生可能也退休了多年了 这儿 当时 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心疼在什么呢 那是标准拷贝啊 就是连声音台画面直接就掐了 而且是陕西省 那个政治部通过的电影啊 当时那是先是省里通过 我们先上吧 吴天明儿通过 省一省通过 然后才送到电影局嘛 然后出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 我说我怎么觉得您这儿跟天葬太似的 天葬 它原来这个片子里 出现过拍天葬的那么一幕 结果整个咔嚓 但是虽然你看那个时候也有审查 我现在看到的是啊 就是电影人呢 他像操作一盘生意一样 这对于审查啊 并没有当年的那么多的牢骚 至少有些人觉得是一个游戏规则 说啊这个不行 那根本咱们就不要碰 不要搞这个会让投资血本乌龟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至少当年八十年代的人 你包括 谢谢观看